好,今天是我們這個活動的就是這次活動的收官直播 那我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來分享的是就是有關於一些圖形的練習的方法 因為看了這一段這段時間的就是扮鬼隊、桌鬼隊提出的有些問題 就是說經常會說在做這個練習的時候一個是像是沒有靈感或者是會說不知道該怎麼畫 就是要怎麼擬人,要怎麼提出零件,提取零件或者是提煉 所以我自己這邊呢,我要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我做圖形練習的方法 這個圖形的練習方法它有點類似現在看到的 它基本上是像你會看到有一張這樣子的參考物 然後我們會根據這個參考物作為主題去做提取物件 是這樣子的一個練習 如果你之前有看過一些大佬他們做的練習的話 大概應該會長得像這樣的練習,我開給大家看 大概會是像這邊有好多大佬他們畫的這種 就是旁邊有一個物件,有一個道具 然後這個道具呢,參考這個道具有點像道具擬人畫的練習 那我會針對這東西說一下我自己如果做這練習的時候 我是怎麼去分析它的 就是怎麼去提取它的圖形並且分析的 我會把這個邏輯把它說出來 但我自己並不是特別擅長這一塊 所以作為同學參考用 但作為同學參考用或者是學習用 去了解別人的思考路徑我認為應該夠了 那我們就從這邊開始吧 首先是這樣的,像這樣的一個參考物 多數同學拿到這參考物的時候 如果是新手他會遇到一個問題 他會不知道這物件該怎麼下手 就是像這整個東西他會想說 那我是不是就照著這個物件的紅色去畫呢? 去把角色塗上紅色呢? 還是說我直接就是畫這個花紋呢? 我會臨摸他這個物件 可是我不知道接下來我可以做什麼用 大多時候都是卡在這樣的關卡 就是他會臨摸 然後他臨摸完之後他畫了好多這個物件 但畫了這個物件之後他會發現 那下一步我要做什麼? 我畫完了之後我要幹嘛? 這裡我要跟大家講 首先第一個在畫這些物件的時候 我們要先知道的叫做拆分 拆分、拆解 拆解的概念是這樣的 我們可以把這個物件 如果今天你去就是以我自己來看的話 看這個 這個是酒杯嗎? 看這個酒杯或這個水杯時 我會隨機的在它的上面去切出一些形狀 這個形狀每個人切的不太一樣 但大多時候我們都是在練習 這裡面有哪些形狀可以提取 比方說我會提取這一大塊 或者是我在這一大塊裡面 我會再提取它可能小塊的部分 比方說這裡一塊這樣的形狀 我可以把它提出來 那我把這些形狀我會 我當時我示範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零件一個一個把它拆出來 然後把我想到的可能還會有其他零件 但我這邊先列了大概十個左右 你把這些零件拆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說 當它變成一個單體物件的時候 好像有一些東西是可以放在 舉例來說像我們看到這個物件 它可以變成是我們人物的手環 比方說像這樣這個是我的人物的手 這是盔甲的一部分 或者是我們今天這一塊 如果上面加上一個蓋 一個類似將軍的尖章 那這會變成像是斗篷一樣的東西 所以首先第一個是你看到物件時 你會能夠就是衣服的就是它的袖子 你看到一個物件時 你能夠把零件把它拆出來 這個拆零件它會應用到幾個畫法 像我們在我在我一個公開課裡面 曾經講過一個畫法叫做CSI CSI的畫法指的是你在畫圖的時候用筆 你的用筆大致上只有三種 一種是這樣子直線的 是這樣直線 一種是S型 一種是C型 然後用這三種型去切 你看到的 比方說你看到的這個水壺 那它會怎麼畫呢 我當時我們那個CSI的話 它是這樣的 看到這個物件 那我可能會先把它的大的這個形狀 把它畫出來 然後我每一筆在畫的時候 都是點對點之間做連線 意思是說我可能會看到這個水平 然後我把它的上端跟下端 找到這個座標 然後一次畫這個曲線 以下也是一次畫曲線 如果這邊有一個比較複雜的 像是圓弧的造型 我可能會把它歸納為一條直線 加上一條C字形線 所以我當時講的這個CSI的畫法 它給了我一個 在提取圖形時的一個原則 也就是我所有的 臨摹或我所有畫圖時 所畫出來的物件 幾乎都是用這三種線構成的 像C字形的線 這邊我接下來是C字形的線 然後一條小的直線 再來呢 畫這個C字形線 那這裡我可能就把它變成偏直線了 就有時候我這裡我不會把它畫成完全的圓弧 提取它圖形時 比較偏重的是 不用畫的跟圓圖一樣 但是形狀要出來 那上面呢可能就C字形線 加上這邊S形的線 所以對於一個熟悉畫圖形 或者你說畫 就是速寫他們畫的比較熟練的人 它在畫東西的時候 它的形狀會比較明顯 形狀比較明顯的意思就是指 它的用線 它的點對點的坐標 就是像這邊的坐標之間的關係 是很明確的 我們這個概念 如果大家不太理解 或者是對這邊還有疑問的話 我會建議你可以看一下我的B站的官方號 這邊有一個叫做繪畫地圖的公開課 這個公開課就是在談CSI的畫法 那把這個零件拆出來有什麼好處呢 當你很習慣這樣子畫零件的形狀 就是應該說很習慣CSI的畫法時 你就連畫人物你可能都會這樣畫 一條、兩條、三條線 然後我們畫東西的時候全部都是 點對點的 就連我們畫人體的時候可能也會C字形線、直線 然後這個地方直線 這裡用S形的線 然後C字形 我可能畫個手臂的動作 或者我要捕捉人的動作的時候 它的整個身體的動態 我的線條都是清晰而俐落的 如何達到清晰又俐落 就是這種下筆比較明確的畫法呢 其實很簡單 當然當你畫的時候 當你畫東西時你只有三種線可以用 你畫出來的形狀就會看起來很有邏輯 因為最終你都是三選一嘛 我們最困擾的其實反而是 你不知道要怎麼去使用你的筆法 你的形狀可能一下子你是把它概括 變得比較簡單的 另外忽然你又變成畫那種邊看邊畫 邊看邊畫鼻子、邊看邊畫嘴巴 然後邊看邊畫它的皺褶 然後有時候你又去把它畫成很俐落的形狀 這種情況就會變成你有時候在概括 有時候你又把東西做得非常非常的瑣碎 所以這個畫法的好處是 你從頭到尾就只有三種用筆的方式 被提煉出來之後 畫出來的形狀就會明確 這是我個人對圖形感的一種理解 那當我們圖形感畫熟之後呢 看任何一個物件你都很容易在上面找到S型、C字型 然後直線之類的這種組合 所以可以切出很多種形狀 那這些形狀它有什麼用意呢 當我把這些零件拆出來之後 它其實我們要做的 我把邏輯講給大家聽 我們在畫東西時大致上會有三個 三個環節 首先是拆零件出來 我另外一邊 我這樣講好了 我們把它拉過來 拉過來看 好 這邊呢 你會看到我畫了一個人物的大輪廓 人物的大輪廓 這個人物的輪廓呢 你可以把它叫做大外框 大外框指的是這樣子 人物的整個外框 這個是大的剪影 就是我們一般說的剪影 剪影之外呢 會有第二個東西 叫做內切割的剪材 什麼叫內切割剪材呢 就是像這邊我紫色畫的線 它的切割剪材有不同的款式 有的時候可能我這邊的切割 會變成從中間 像這樣子穿一個 可能是一個袍子 這邊可能是這樣的袍子 有的時候呢 可能我這邊不是這個 蓬蓬裙 而是它是一個長裙 這東西就是叫基本的剪材 你的剪材是裡面 你服裝的上下半身 或者是你袖子這些的長度 是怎麼去分配的 也有人把它叫做款式 不同的版型 在做衣服的時候 好像有把它叫做版型 好像木製的這個版型 版型啊 款式啊 剪材是第二階段 然後第三個呢 是當我們把這個款式 把剪材 把一號跟二號都分好之後 再來呢 你會需要做一個叫做屬性跟主題 什麼叫做屬性跟主題呢 你會常常看到有人寫說 比方說 他說我叫做百合花的主題的擬人畫 我把百合花擬人了 或者是我們現在畫的是一個 火焰 火焰的場景 或者是那個叫做冰雪之劍之類的 這種冰雪之劍啊 火焰場景啊 然後百合花的擬人畫 前面的這個名稱 就是我們這邊講的叫做屬性或主題 也就是說 第三點這個地方比較容易 同學比較容易搞混 那我們會怎麼去分呢 應該說要怎麼講呢 我想一下 好 屬性跟主題 通常就會從參考物當中去 尋找共通的元素 我現在這邊講一個比較常見的概念 就是說很多同學 他可能像我這樣子畫了一個這個剪裁 就我之前我不太知道要怎麼設計 不太知道要怎麼去想這個款式的時候 我會怎麼做 我不太知道怎麼剪裁時 我的標準做法就是 哇 有時候這邊我會畫 我會畫愛迪達的這個 直線的這個花紋 就你不知道怎麼畫花紋的時候 很多同學都會跟我一樣嘛 就直接畫這樣的花紋 然後呢 胸口這邊你又會來想說 啊 我有看過那種古典的 那種 裝飾風格的花紋 所以你這邊你又給他設計 就是很漂亮的那種雕花 那你的這個花紋就會出現一個邏輯衝突的地方 有時候你做的是很現代很機能風的那個標誌 然後有時候你用的元素又是非常的 像巴洛克啊或裝飾風格 那可能這邊你又給他畫一個很直線 就是我們說的愛迪達的 愛迪達那個線條 甚至這邊可能是 REBUCK之類的 那種線條 都是那種科幻 或者是Cyberpunk的那種會出現的元素 然後底下呢 你這時候又忽然加上了花朵 就是一朵大的這個 可能有花的這個符號 這種情況下就是我自己 之前常常會出現的問題 叫做沒有一個核心屬性 或者叫做核心主題 所以我只是把我看過的設計 或看過的人物服裝上面有的花紋 我把它拼湊而成 所以這個拼湊而成的就會看起來像是似不像 這個似不像特別容易出現在什麼呢 就是大家是大學生對吧 我相信你們一定有跟我以前一樣 就是當我還是個大學男生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怎麼 之前都是穿媽媽幫我買的那個牌子的衣服嘛 所以大家跟我一樣的話 當時我就想說我要學穿衣服 所以我就會看到有人穿那種皮夾克感覺很帥 所以我這邊我就穿 就買了一個 就是去百貨公司 然後阿姨就跟我說你買這件皮夾克很適合你 然後我就被騙了 然後我就買了這個皮夾克 買了皮夾克之後呢 這邊呢可能我就 我還是穿我們系上的T恤 我穿我們系上T恤 再來呢我就穿這個短褲 就是那種運動用的 或者是那種防風短褲 然後你這個鞋子 鞋子你也不知道怎麼挑 所以鞋子你就會挑籃球鞋 所以鞋子你就會挑籃球鞋 好 有同學就是這個老梗對不對 這個就是你啊 沒有不是你 這是我 我講這個應該很 很真實的這樣子的風格吧 就有你看過那種 剛開始學穿搭的時候 他身上的元素 會有龐克風 會有防風衣 然後還會有平常運動的 戲服的那種排球褲 然後再加上他穿的鞋子 就變成了 這個搞不好他還穿靴子 他穿短褲然後他穿靴子 就是他會有那種很奇怪的組合 這個就叫做元素亂搭 我們有一個核心思想 你看到有人穿過的 你就把它組合上去 那這個風格呢 剛剛這個狀況其實就跟我們現在在畫這東西的狀況是蠻接近的 你把所有的元素都加上去 所以其實是要有一個中心思想 那這個中心思想最容易看到的範本是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實際的範本吧 這樣大家比較容易想像 我這邊給大家解釋一下 假設我想用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 這個花盆 這個水杯 然後有裝飾水杯 以它為主題 來畫一個滑鼠 畫一個鼠標 那我會怎麼做 你可以看到 哇 像現在這個鼠標 我做了一個標示 我把標示的組繩打開一下 好 你可以看到這個鼠標在底下 有點像是 我把這個鼠標 我們用一個中二一點的說法 就是附魔 我給它加上了屬性 加上了那個寶石道具 鑲嵌上去 玩那種線上遊戲不是都會有拿到寶石嗎 把它放上去 它就變成了一個火炎屬性的滑鼠 這個火炎屬性其實是 我把這個 這個頭 把它直接接到滑鼠的頭部 然後呢 把這旁邊的這個 這一片類似蓋子的部分 把它複製到這個 滑鼠的左半邊 那滑鼠右半邊呢 一樣就是用對稱的 上面的花紋 這上面的這個花的花紋 我就直接取用這裡的花的花紋 或者是使用這 我們在這邊看到的好多朵 它的花都長得像是這樣S型 S型的一朵花旁邊再加葉子 所以這是一個基本的操作方法 什麼操作方法呢 你找到了一個大物件 這個物件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第一關 叫做大的 大的剪影或者是大的內容 你把一個滑鼠 然後你的內切割 滑鼠其實也給了你一個內切割的靈感 它大致上有切成左右邊 然後前方的按鍵跟這個按鈕吧 你有這些按鍵 這些按鈕之後 其實它做的事情有點像填空題 填空題 對於做圖形的人 它可能是這種感覺 這裡有一個圖形 這邊有一個區塊 第二個區塊 1 2 然後這邊有第三個區塊 這裡呢 可能有第4 甚至有可能切到第5塊 底下這邊呢 有第6塊 好 123456 這123456 你要用這裡僅有的元素 在有限制的情況下 把內容補進去 這個就是我基本的把元素 把參考物體的花紋 把參考物體的 把參考物提煉出元素 並且把這個元素 附到你想要畫的物件上面 它是這樣的步驟 好 那如果我們根據這個邏輯 它可以怎麼樣子延伸下去呢 你看到這邊我放了一個鞋子 這個鞋子 這個 高跟鞋本身就已經有一個 剪裁了吧 它的剪裁是 這鞋子 這是一個大剪影 然後我看到它這個大剪影之後呢 它裡面有紅色的這個線 這紅色的線 它這邊可能有花紋 跟它從中間切割 以及它本來是涼斜 所以這前面有一條線 好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 1 2 3 然後4 可能有4到5塊你要去貼 那我怎麼做呢 我可以把這個2這一塊 現在我在旁邊我畫上了它原本有的這個 原本有的這個花紋 我利用花紋去替代原本2號的區塊 那這裡面也許有的人覺得說這樣貼紅色是比較好看的 有的人可能覺得說我想要讓它這邊 這邊是整塊是黃色的 這裡就是有發揮你的配置空間的個人的喜好 有的一個區域 就是不是說一定要怎麼樣才是對的 也有的人它可能會這後面都是紅色的 都留紅色的 但是它前方它就直接全部都是剛剛那個花紋的這個蓋子 也有這樣畫的 但是它的核心是 就是我們根據原本參考物的大剪影跟裡面的剪裁 我去配合提煉的參考物它的元素兩個結合在一起 那這樣子我們知道之後再來看一下 這第三個 這個就是大家比較常遇到的 我可能畫一個常見的款式 像這樣的禮服 比較就是還算蠻常見的 就我們一個人物 然後他可能穿的是這種長的晚禮服 像這樣的晚禮服 那我們就根據這個晚禮服的造型 它可能就像右邊一樣 我先畫了它的服裝 我們可能先畫了它的整個這樣的版型 然後畫這樣版型之後 你就會去想說 那我這邊可以怎麼切割 就是我這裡面 例如我們可以從它的原本的這個造型 有時候我們會從這個原本造型裡面找到 它的切割的靈感 舉例來說 這原本的造型 我想直接把它搬到這個人身上 我想讓它就看起來像是一個水杯一樣 所以我剛剛的做法就直接在這前面切了 這一塊 我把它直接對應到它的身上的這個 它的這個蓋子的部分 然後它的裙擺 我就想直接用這底下的這個 紅色的區塊來做 所以它變成這樣兩大塊 並且上面裡面有一些這樣切割的花紋 那再來呢 你可能就會從這個零件裡面 找到有些地方 可以拿來做頭盔 或拿來做袖子 或拿來做披風的 像我這邊我是提了一個 它的這個頭盔把它畫上來 這個頭盔的形狀是根據 這邊的造型提過來的 我們可以想像把這邊挖一個洞 然後變成人臉 可以放下去的部分 等一下喔 你可以想像這邊變成人臉 所以這個頭盔的樣子 對 在頭盔 它可能不是新娘 而是你現在畫的是一個重新 你要去提取圖形做練習的時候 你的這個人物 所以我把它做了一個簡單的轉化 這個轉化不是最佳化方案 就是它還有很多改進的空間 但應該足夠去表達我想要傳達給同學的意思 我找一下我的圖層 所以你這邊你可以看到我們 我把這個圖形這樣子提出來 那它可能今天是 就是看這個盔甲我就覺得說 說不定它這裡可以拿一把武器 拿一把武器之後 它變成了類似 遊戲當中的那種 可能是女武神之類的那種槍兵 它可能這邊有拿一把武器 雅典鬥士 對有同學在聊天室裡面說的 那還有呢 可能是什麼樣子呢 就是像我們剛剛看到的這種剪裁 你看到這個剪裁是比較常見的 比較常見的服裝款式 就是我們說一般的短 這個叫什麼 洋裝 我就做一個很簡單洋裝的款式 然後它的肩膀的盔甲 肩膀盔甲是本來沒有的 就是這個區塊本來都沒有的 我們先把它去掉 肩膀盔甲還沒有的 我是先找這個衣服 如果整塊圖紅色 或者是 你可以看到它原本的這個零件裡面 也許 它中間的這個區塊 或者是它現在 它底下這個 這個地方花紋的形狀 這個形狀 怎麼講 通常 我們是在這一堆裡面 去找靈感 對於做圖形的人 他可能會在這裡面找到說 這一塊的形狀剛剛好 我可以把它擺在人物的胸前 作為它胸前 可能這邊需要一些雕花或裝飾 那我就直接把這塊翻過來 翻過來之後 然後也許我今天我還可以做組合 就是 這塊雕花 加上 這裡的 這裡的 這個叫什麼 葉子的花紋 我們可以把它往下拉 變成對稱的這種花紋 那你的切割或你花紋的款式 花紋的版型又會有點不同 所以我在這邊 還有可能它的方案 會變成這底下 加上它這個花紋 那因為你的這個整個服裝的款式 或者服裝裡面的元素 都是從一個固定的物體 在有限制的情況下去提取的 就不至於你今天畫的時候 你的元素很亂 你提出來的東西是 雜亂無章的 那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現在它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裝飾 你還有其他好多可以想的 像這個鞋子 我剛剛就直接偷這裡 我轉化過來的鞋 轉化過來的鞋 在這個情況下 就有好多其他可以 可以在發想的 像我剛剛在看 我在準備這個文件時 我看一看這邊的零件 我就覺得 這一塊 這塊零件 配過來 加上去 可以當做肩甲的一部分 肩甲一部分 然後加上它底下的 這個紅色 哇 這個就變成了一個 像披肩的東西 那這個披肩 我就直接用在右邊這個角色身上 但右邊這個角色 這個披肩其實也可以拿過來組合 可以看得懂嗎 如果我今天不是這樣組合 我自己又有別的靈感 我覺得說 這一塊 如果把它放在頭盔這邊 然後我們頭盔這裡 再把它挖個洞 這樣可以組合出一個新的造型 它這裡就變得像翅膀一樣 所以你做的事情 是在有限的元素裡面去做搭配 它這邊 1 2 3 4 5 6 7 8 9 就是9種元素互相組合 它會出現的造型 可以給你很多想法 甚至今天這個角色 這樣戴上盔甲 然後我們把這個肩甲這樣移過來 它的造型可能也會給你一些靈感 就變成排列組合 排列組合 再來可能這裡又做了另外一個版本 這個版本就是裙子 裙子的版型可能是縮窄的 但是它的整體的花紋 是從這個長裙這邊移過去的 那我們剛剛有畫這個角色的 過膝長襪的部分 這過膝長襪的部分 你再移過去 整個角色給人的感覺又會不一樣 所以在做這個訓練時 它的主要核心主張是 你的元素要比較一致 然後從這個元素中 找可以把零件拆出來的部分 那透過這樣的邏輯 我今天如果這邊有鳥類 你看喔 像這個 像這個鳥類 我們可以怎麼去把它 照剛剛的邏輯去拆零件呢 你會發現 這裡可能就有一塊可以當作花紋 或者是這一塊你可以當作花紋 以及這中間是個配色 它可能會有 一塊裡面有小花紋 然後中間這塊跟它的尾部 就是它不同的固有色分配的區域就可以拆出來 那同樣的這個款式 如果我現在把這隻 藍色這隻鳥 它的圖案把它移上去的話 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我這邊做了一個範本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我就直接把它的 它的翅膀上的這個顏色 這個翅膀的色彩分階 這邊的分階 然後它深色的分階 跟它的裙子 這邊我給它加個小的尾巴的部分 你的款式本身就會有一個隱藏的主題 那像它這個頭上不是有這個花紋嗎 它的眼睛啊 黑色啊 然後這邊有一些白色 跟這裡有一個條紋 我就直接把這個條紋把它搬到帽子上面 甚至你要讓它的色彩比較一致 像這種自然物 你會發現它的配色其實就兩個 就兩到三種配色 那我們把這個帽子把它 這裡加上一點點其他的配色 它其實看起來也是 就是會有一個完整的主題 這樣了解吧 所以我們如果是根據這個邏輯 你就會發現同一個款 同一個版型 同一個版型 你可以試著做練習 你把這個 主題塞進去 或者是剛剛的水杯主題塞進去 或是現在把麻雀這個主題塞進去 它出來的樣子可能都會有差 這個就是一個 像是叫做 我們控制外輪扣不變的情況下 這個外輪扣不變的情況下 你怎麼更換2跟3 剛剛我們有寫2、3分別是指什麼 這邊有提到屬性跟切割圖形 我們大圖形不變 只變2跟3的時候 我該怎麼去替換 那如果我現在 要臨時去想 這個時候 與其示範 我們看一下大佬們他們都怎麼做的 給大家看一下 像你看 這個 大佬 他是不是就 我們就可以看到 他的披風 抖篷是怎麼做的 是把這上面 這個 款式的這個花紋 直接移到他的 內側 內底上面 那外側呢 一樣是藍色的 那這個 底下的部分 我們把這底下部分 直接剪下來 如果剪下來 把它翻過來 他其實看起來也會很像王冠 對吧 看起來像王冠 加上這邊有這個 這個叫什麼 鎖鏈 或者是像繩子一樣的東西 這個繩子就直接被提取 就是這個扣環的部分 直接被提取到肩甲上面 提取到肩甲上面 然後加上這個鏈條 所以它的元素 基本上是從這個物件裡面 把它翻 翻轉出來 或者是就是要利用 水平翻轉 垂直翻轉 拆件 重組 這幾個概念去組合的 那麼我要怎麼找到那個想要的圖形呢 這個啊 就是首先 你要先 有意識 你知道原來是這樣拆之後 你看這一類的練習 你才會有靈感 就會發現說大家是怎麼從裡面找物件 怎麼從裡面去找組合的 不然你之前看的時候 你很有可能就是看到說 哇 大佬這個做得好厲害喔 做得好漂亮喔 然後你沒有其他任何的想法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裡面的底層邏輯 所以找圖形這件事情 先要你有意識 然後你要看夠多案例來建立 它就不是你一開始畫的問題 是你思考的問題 一定是思考夠多 你看過之後 你知道底層邏輯 然後你看了之後會去思考 它是怎麼弄的 它的肩膀這個部分是 提取哪一個地方 它的 斗篷這個地方 斗篷這個部分是提取哪裡 你要去看這個部分 對 好 那回頭來說 你看 這邊就有 我們助教 他 那天聽完之後 他直接做的 他把這個零件 就是 做了一個 直接把這個零件拿來做切割 拿來做剪裁 所以他把這東西 直接變成了披肩 然後上方這邊呢 服裝的花紋 還有肩甲跟這個 手臂的這個 這個腕甲的部分 都是從這零件裡面直接提取的 那這邊的話 腿上的這個 黑絲上面的 黑絲上面的 花紋也是直接從這個零件上面的花紋直接引用 所以整體來說會比較容易看得出來 它是一個有底層邏輯的人物造型 就是他一定有一個核心的參考物讓他提取出來 好 那就會有同學說自己提取的時候上面 就是放上去不過關 或者是上方有違和感怎麼辦呢 違和感你其實你這樣講的時候 我們不太能夠判斷到底是什麼原因 有的時候可能是你的結構 或者是你透視不過關 所以這個問題就很需要現場看圖 然後看到圖之後 根據具體情況去分析才行 好 當我們知道這個之後 其實一般的武器 或者是有一些裝飾品 它也是類似的 就是也會用到類似的邏輯 我這邊舉個例子 像是假設我現在我只能用這邊的這幾個零件 去做一個圖騰 首先一般應該是這樣子 你把這些東西拆建之後 你要重組 而且重組的時候你不是做人物 做你人我們是因為大家會想看人物 所以我現在才把人物把它放上來 但其實一開始你要能夠做的事情 比較偏向做花紋 或做人圖騰花樣 所以一開始其實是要做這種練習 你要能夠重組花紋 重組圖騰 可能這是這樣寫的 花紋圖騰 那花紋跟圖騰 最初又都是比較容易做的是對稱型的 什麼叫對稱型呢 舉例來說我現在把這個零件複製過來 複製過來之後 然後我又把它直接左右複製 然後可能這個我們就把它做大塊一點 然後這個形狀有了之後呢 也許今天我們這邊再配一個 也許今天我們這邊再配一個 也許像這樣子的 像我現在這樣子拼貼出來的基本造型 然後拼貼這樣基本造型 你這裡用變成桿子 這邊也許是劍柄 然後這是你的劍的就是劍身 他可能是像這樣子的一把劍 那他的柄就直接這樣子起用就好了 大概是這種感覺 你一開始你做的應該是 是這種武器他的組合 你知道可以用這個元素去提取出來 然後重新 多半都是靠著翻轉 靠著 重疊 然後把形狀重新排列 那我這個如果不要 我這邊如果不要 他如果是不對稱的 不對稱的 也許我今天我是這樣子 移過來 然後這個是卡在上面的 像我現在做這個 就是 真的 真的 常做這種武器設計的人 他可能會 會覺得這個太小兒科了 就是太 太基礎了 但 我相信還蠻多同學 可能對這件事情的應用 就是多半你會聽說說 要把圖形提取 要把圖形提取 但是你不知道具體來說 到底要提取什麼 甚至這邊我可能在把 剛剛那個花紋 把它提出來 然後我的武器的劍的這個 劍身可能也是不規則的 這時候你的圖騰或者你的圖形 就已經不是像剛剛一樣 全部都是規則的 但現在這個是以S型為主 它的形狀不同 然後我全部的零件 都是從原本的物件中提出來的 我們會是這樣的概念 重組 翻轉 然後重疊 找圖形 這個圖形多半都能用在武器當中 多半用在武器當中 或是你現在有這一個造型 複製過來 複製過來 翻轉 這個造型 我們把外框 再把它 比方說我現在有這樣的造型 我再去用 CSI的畫法 我給它切個 切個洞 這邊給它隨機切個洞 我這有一個剪影 我直接把對稱的圖樣 這樣畫 然後這邊我也想畫一個類似盾牌的東西 像盾牌一樣的東西 這上面要拿什麼零件來拆呢 要拿什麼零件來接呢 你就有好多方案可以做啊 可能我這邊我拿這個 我拿這個零件直接抄過來 把它蓋過來 蓋起來 然後把我要的範圍插出來 或者是我今天直接把這個零件 移過來 然後 它要對齊這個線 另外一邊也對齊 你這時候在自己再加筆 加一些東西上去 它就會有基本的樣式 或基本你想傳達的 你想要傳達的圖形 或你想傳達這個東西 大概長什麼樣的概念就會出來 在哪找帶這些花紋的物體呢 這我 這個問題就讓人覺得好疼啊 你不管是花瓣啊 不管是百度啊 或不管是Google啊 其實或者是這邊我用的這個Pinterest 你去找類似皇冠之類的 寶石之類的圖 它一定有很多這樣子的飾品 通常都是從這個飾品當中去挑的 可以嗎 對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之後呢 我來給大家說一下 整個 這邊 它還可以做的一些變體應用 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回到這裡核心 我剛剛提到的是 你有一個參考物 這個參考物 我剛剛的做法是 大的圖形 是人物 我已經把這個人物把它畫上去了 切割的這個靈感 我也是直接就是照現有的服裝 所以這兩項 一號跟二號都是照現有的 就是現實生活中的這個 切割 就是現實生活中的晚禮服啊 現實生活中的小洋裝啊 或者是我們常常看到的 巫女的服裝 然後我是只有在第三步 我才把這邊的參考物的屬性 附加上去 可是也有些大佬 他們的做法不是這樣子喔 他的做法可能會 更 就他的圖形會更誇張一點 他會怎麼做呢 嗯 讓我找一個 就是版本 好 我直接這邊畫一下 舉例來說 這裡我們不是剛剛有拆出零件嗎 然後我們不是有用這個零件做 做肩甲的圖形嗎 所以我剛剛的 剛剛的組合全部都是為了 為了把這邊的人物它的內容填滿 但有時候我們可能會想說 這個肩甲直接 它就是一個機械的部件 或者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浮空的裝備 這個浮空的裝備 直接就被拿出來用 所以你的款式 你的大剪影 其實也會直接 就利用到 你 我們剛剛那個提取的物件 你去想 可能這邊就有一個大塊 這裡可能有另外一個大塊的 就是它 它是這樣組合的 那比較常看到的是 像是皇冠啊 或者是這一類的 像是這一類的這種裝飾品 我還蠻常看到有 有大佬 他是直接把這個 像這樣的手勢 這樣的頭勢 他頭勢 這頭勢會拿來怎麼做呢 他很有可能直接把 這一個大塊的圖形 這個上面大塊圖形 還蠻常看到 然後 提取出來 變成類似那種 木星環 或者是火星 或者是就是行星的那個環 然後它的環旁邊 就直接變成一個 類似召喚的那種物體 或者是 會浮空 而且可以當作武器的那種物體 它會直接 提這裡面的一些大的形狀出來 去做剪影這個環節 它可能就會直接這樣子有 就是它旁邊可能就有一個這樣的 召喚的這種 這種裝甲物件 所以 今天不見得我們在畫的時候 這個款式 這東西是 只有呢 只能照著真實的生活 有的時候他們會 他們會直接從 這物件當中 去找剪影的一些靈感 但這就是比較進階的部分了 這我覺得也就不太會 你們可以 在有看到這些 這種練習的時候 去看一下 他們是 就是這些 這些作者 他是怎麼從 一個 素材當中去提取出 組合到人物身上的這種 操作 就他是怎麼去應用的 那我們再過來呢 這邊要給大家講一下 像這個地方啊 你有看到我這邊是不是寫 也叫做內容端 內容端 指的是說 這個階段在思考時 你可以把它當作 你可以想成現在我在做的是 整個 整個 我的 圖形或我設計的內容 那內容這時候 不見得你要把動作畫得很漂亮喔 因為動作畫得很漂亮這件事情 你可以分開去做 舉例來說 我現在我們可能畫了 我可能剛剛畫好了這樣的一個人物的站姿 我畫好了這個人物站姿之後呢 他是內容端 接下來呢 右邊這邊 我有寫一個叫做 例會 美宣 插畫 從內容中找適合的展示方案這件事情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的構成課在討論的內容 像我自己講的構成課 我是比較 我之前做的工作比較多是在做這一區塊 我會根據人家已經設計好的 人家已經做好的圖形方案 然後這個圖形方案 我就要去找哪些地方 可以用來展示 這是特別好看的 首先一個有可能是這樣的 我把這個人物複製一下 複製過來跟大家解釋 舉例來說 現在這邊這個人物 我在看到這個人物時 我可能就會去想 好 他的這個人物的剪影 我可能怎麼擺 可以比較容易展現出 展現出他這個人物 目前的造型比較好看的地方 假設 他的肩膀這邊有一個盔甲 肩膀這邊比方可能有一個 獸頭 或者是老鷹 或者是這個鳥類的這個裝飾 有一個肩甲 肩部盔甲 或是這邊有一個圖騰 那我可能看到他這是不對稱的設計 就是只有這邊的肩膀有 只有這個區塊的肩膀有這樣的盔甲 好 那我這時候就會想說 這個肩甲蠻好看的 我得從他的正面這邊選擇 或者是他的側面 這兩個點我要選一個 A跟B 我要選一個來展示 有同學就會是 就是有同學畫那種女角色 他就經常會出現一個問題 他想要展示身體的曲線 他又想要展示臀部 所以他的身體就會扭過頭 就是他上半身是正面的胸甲 然後下半身他又把整個臀部畫出來 這個身體就會全部 就會扭轉過頭 他就變成展示的 你想展示的東西超過了 人體的極限 那我現在我在做 我在考慮的就是 好 我假設我要展示肩甲 那肩甲的部分 因為這個造型很有趣 所以我最後選擇 就是這一塊我要畫得比較完整一些 然後呢 這邊呢 是剪裁有一些特色 什麼特色 我覺得他這個鳥羽毛 這樣子的 披風 這個肩甲 這個披風 被風吹之後 他會形成一個有趣的 像是水流一樣的這個剪影 所以我直接把這個羽毛 把它展示出來 就是我直接從側面 並且要讓它是動態的動作 所以有風吹 這個羽毛的剪影 可以很明顯的被展示出來 那第三個呢 有可能是我今天我要設計他的動態 他的動態我就要想說 好這個角色 我想要傳達的 他是什麼樣的氣質 他是什麼樣子的個性 如果他是一個比較 我們講說比較靈動的這種女角色 或者是他是比較穩重的 他是女戰士類型的 女戰士類型很有可能 我今天我畫的動作 就會用另外一個方案是 偏向對稱的 就是我們畫 畫那種戰士角色的時候 通常就是可能是 如果要讓他看起來比較穩重 可能會是這樣 這樣的姿勢 這樣的姿態 或者是他如果是有 頓排的 那這整個人的左右 按他的武器的方向 他全體是呈現比較平穩的 左右是對稱的這種姿態 你在你會做的事情是 你要找原本的設定當中 比較有設計亮點 可以展示的區域 以及比較適合這個人的動態表演 然後這個人的氣質 可能我想要傳達的是比較靈動的 所以我盡可能的把他的人物的腿 把他畫的 做得比較修長 做得比較修長 而且讓他是 讓他是整個是 可能是跳起來的 跳起來 然後我又要避免他兩隻腳 可能兩隻腳都 都是一樣的動作 就是兩隻腳是一樣的動作 會比較單調 所以我的腳 又要想辦法讓他做變化 除了這個做變化之外 你還有一些比較隱晦的 是這個整體人體 整個人體動作當中 他會有一些 叫動態線的東西 這個動態線 像我的手臂的線 我的這個 剛剛設計這個羽毛的線 以及他身體的這個線 胸口的線 他的頭朝向的這個線 好 這些線呢 最後可能都會稍微匯聚到中間 我想展示給大家看的這個點 這個線其實是有一個 隱藏的 暗示 暗示成分存在 然後我今天如果把他的 外輪廓 這個線稿關掉 你光是看這些線 你就會被這些線的方向 匯聚的這個區塊 可能會吸引 這個我們把它 在構成課裡面叫做Flow Flow就是設計 一段流水或者是流動的這個趨勢 讓你去 視覺不自覺的跟著這個趨勢移動 流到 作者想要讓讀者看的地方 視覺導向 所以這裡偏向的是我們在 接到了內容之後 會去做的 比較接近宣傳化的工作 因為我不用去煩惱說這個圖形 這個圖案我要畫什麼 已經有原本的方案了 然後 他的這個披崩 或者是他的服裝穿著 都已經有方案了 我就只要專心去想怎麼樣擺 可能會更適合 當然不會是 不一定是這個方案最好 不一定這個方案最好 也有可能有別的方案是 其實就是更適合的 在 在我自己平常做的 工作稿中 就是要在這裡想 有哪些方案是更好的 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它是一個從內容端 然後過渡到 就是你要把它展示的時候 你會再去想怎麼樣展示更好的 這兩個階段 有點像前期跟後期 分別需要的技能 有一些東西是重疊的 有一些東西可能是 就是前端比較需要著重 有些是後端比較需要著重 那我從這邊再做一點補充 這裡如果你今天有了簡單的基本概念 拆零件這個過程 拆零件跟重組這個過程 它其實不一定是指在 只有一個參考物 等到你自己比較熟練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兩個參考物 我舉例來說 有可能是 像動物的話 它可能會有這樣子的組合 像可能是大猩猩的身材 大猩猩的這個上半身 然後這個大猩猩的上半身 它可能會組合的是 像是犀牛頭 你要跟大家打招呼嗎 找大家講課 你跟大家哈囉 你是誰 你是狄瓜 你是狄瓜 你要睡覺了 好 那你跟大家說晚安 好 拜拜 拜拜 犀牛 犀牛我不太會畫 所以先畫一個示意就好了 比方說像這樣子 那它可能是 就是 大猩猩的身體 大猩猩的零件 組合上 這個犀牛的 就是有點像這樣子組合的 的邏輯 不過我自己這個就沒有畫得很熟 動物真的是不太會畫 那個耳朵可能畫錯了 不過這樣示意應該可以理解 對不對 前半段的關於圖形的練習的內容 大致上是 大致上是講到這樣 像是 在我們這一次活動當中 我們這次活動當中的同學 大多都沒有做到 畫到你人這個區塊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其實可能是什麼 是 這裡有一個 這邊像是滑鼠 那你如果把這個滑鼠換成是 假設它是一隻 它是一個 你畫的是兔子呢 然後你畫的是兔子 畫的是兔子之後 那兔子身上可能有一些裝備 這時候裝備啊 它的零件啊 你就可以用這邊的零件去做組合 把它組合過去 才會變成 就會變成是 我們在課堂上 我們在活動中所談的 你人物 來喔 那你也會遇到 有一種狀況是像這樣的 就是你的零件本身 你的零件本身是 應該說你的人物設計本身是 沒有太多其他的元素可以畫 舉例來說 像我現在畫這個芭蕾舞 這個芭蕾舞 這個芭蕾舞 那我們在畫的時候 它就比較難去 從前面的這種 這個零件 開始做提取 所以像我畫這個 這次的活動的宣傳圖時 我就沒有用到前面這一個階段 因為這個前段 前面階段幾乎都是在 在做圖形相關的 就是設計跟發想嘛 我是直接進到後半段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的立繪的動作 然後展示修長的這個 腿像這種 這類的flow的東西 我們用這張來跟大家講 當時我做了哪些的 哪些安排喔 這是我原本的草稿 我原本的草稿 一開始只有畫這個人物 就是原本只畫了 只畫了我自己這個字畫像 但是因為 因為 活動組他們說 Keta 你這次只要畫一個你的字畫像就好了 但是我就想說 單畫一張好像有點薄弱 不如來整活一下 我們把這東西畫得複雜一點 畫得把它 畫多一些 所以就 延伸出這樣子的 整個場景的構圖 然後當時在想的時候是 中間這裡有一個主要的展示集 然後呢 旁邊這邊我再設計另外一個 我再畫了另外一塊 讓同... 大塊的這個... 色彩用錯了 這個大塊的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是第二個 同學 就是要讓同學去看到的這個區域 再來呢 這個是第三塊 就是左邊這邊又有一個主題 所以其實一開始它就分這 這個一二三這三個主題區 但是如果我今天只做這三個主題區 你講 你看我現在這邊 右邊這個角色後來是拿掉了 因為畫起來太麻煩 太累了 後來就取掉 就把它取消掉 那你會發現說 只畫三個區塊的東西 內容物就有點少 內容物有點少 資訊量不夠 這個底下會有點空 所以底下呢 我就想著 這邊我放一些... 我就畫了一些圓圈 這個圓圈是我到時候 我要擺物件的地方 所以整體來說 我這張的設計當時是 最開始是一號這個區域 作為主要區 然後左右 它各自有一個展示 然後左右展示之後呢 底下這邊有 許多小的物件 但這個小的物件 我要注意 它們不要太強眼 不要刻過頭 在這樣子設計之後 我在光影的設計 我想讓讀者怎麼去看到呢 我讓讀者去看的時候 是這樣子 我做打光的邏輯是 頭頂這個區塊被照亮 所以這個區塊 是我要讓讀者去看的其中一區 然後呢 身體 我本來是這樣設計啦 想說這一區塊照亮之後 觀眾會沿著發光的這個區塊 看到左邊這裡 然後這邊地面有受光 所以在最初的人物形狀設計完之後 我光影原本的想法是這樣子 同學在看圖的時候可以先看到 這上面一塊受光照的這個大區域 然後呢 底下這邊呢 這是有好多小的受光的這種區域 同學會看到有些頭頂這些地方被光照到 所以初期的設計 初期的想法是這樣子 不過 後來在完稿的過程中呢 這個想法有留下來 有一些留下來 但我 後來這個畫法 我更強調他的 顧有色 也就是整塊的這些 這個人物的紅色 然後 這邊人物的紅色 跟每一個助教他們傳上來的圖 我也全部都先以顧有色為主 為什麼中間會有這樣子的變化呢 是我在前期在打稿的時候 我發現如果壓太暗的話 這張圖已經夠少顏色了 這個壓太暗有時候 就感覺色彩有點少 畫面有點少 我想要色彩豐富一些 所以我這次的畫法 就把原本比較偏光影的表現的方式把它去掉 就是原本 這個地方我畫的光影是很強的 但是 光影太強它會容易導致你只剩下 你可能只會剩下亮的 就是它的亮暗可能會變得對比很強 到最後會變成像這種感覺 然後整個畫面就是以亮跟暗為主的構圖 但是這個亮跟暗為主的構圖 你暗部這裡面的顏色就很少 因為又是白色芭蕾舞嘛 這邊的色彩就偏少了 我想說那換一個畫法 我們這次換成顧有色為主 有一些想法從中間是改掉的 但 初期的邏輯大致上是這樣 然後呢 這張 在動作 在整張的構圖上面有一些隱藏的東西 是這樣的喔 我們剛剛不是說 這裡底下的助教 我打了好多個圓圈嗎 打圓圈的原因是 如果讓助教們的圖形 全部都在一條直線上 它會看起來比較呆 所以我在畫這裡的 就是擺這邊助教的時候 我其實是遵照著S型的方式去擺的 就是它底下會有一些高低起伏的線 它其實是這樣 S型的上下上下這樣的韻律在走的 它並不是完全這樣一條平的線 然後因為這邊的助教都 助教的細節很多很亂對吧 就是這邊的助教的細節多 於是我在後面的蛇皮的這個助教 蛇皮助教的這個芭蕾舞群 跟這一區塊 我畫的我自己人物的 人物的頭像部分 這個紅線現在畫的這個區塊 我其實我就沒有畫太多細節 我都只畫一個白色色塊 因為這邊如果我在畫太多細節的話 它就有可能會干擾到我們前面的這個角色 就比方說我這邊再畫一堆皺摺 我再把一堆形狀 皺摺這些東西都補上去的話 前面這裡就會開始變得有點亂 人物的輪廓反而出不來 所以它是這邊如果是密集的 我後方的背景我就會稍微清空 讓它變得比較乾淨 就是後方的背景就是比較酥的 比較大塊 所以你如果去觀察 你應該可以看到 這一帶黑線區塊的背景 它是比較平坦 比較沒有畫細節的 但是這裡因為沒有太多內容 就是它到脖子這邊 又沒有其他的助教的圖形去干擾 所以我這一塊我就畫了好多個小圖形 我就畫了好多個這樣的小形狀 讓這邊看起來內容很多 所以這邊又變成密集 這邊是 底下這邊是書 然後所有的這邊的點 這邊都是密 然後 再來在整張圖怎麼讓它看起來比較 然後 順呢 其實這裡怎麼達成平衡呢 其實這邊是有一個做一個簡單的對稱的 就是這隻腳 非常斜嘛 手的動作就剛好跟它斜度差不多 整個人是一個Y字形 這隻手這樣斜下去 這邊就再做一條它的肩膀的線 所以整個人物這裡其實是一個幾乎是對稱的X字形 X字形加一條直線 然後這個手拉上去之後 我要怎麼說 好 它的頭我盡量這邊是留一個圓形 這邊呢 裙擺是一個圓形 背部這裡我有稍微整理一下 讓這裡又是一個圓形 所以這個身體的部分 這三個地方是 三個圓圈其實是 讓你的 動線 可以順著這個肩膀走過去 可能這樣會繞回來 繞回來之後 又順著這裡走過來 走過來 再被它肩膀這樣帶過來 然後跟這個人物的手引導上去 所以我這邊有畫了一個萬字的符號 不是萬字 就是無限的符號 無限的符號 那當時這一塊其實讓我有點困擾 因為這塊如果不加東西的話 它會有點空 你們可以看一下 如果這塊不加東西 這裡完全沒內容的話會有點空 但再多加東西又很麻煩 所以我就加了一點像是受光的 那種類似那種 舞台燈打光的 這個斜線 在這邊 讓它看起來有點東西就好了 我並沒有在這邊想要畫很多內容 因為我已經畫到說 這張畫得好累 就這邊不想再畫東西了 就加一個 舞台燈的那個 亮的色塊 黑跟白的穿插 這邊直接加一個比較亮的色塊 在黑背景底下做穿插 讓它這裡看起來有內容 畫面就不會那麼空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然後這裡有做一個很隱晦的圖形的技巧 我把這一塊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好 这边怎么说好呢 大概这样子 我先模拟一下 像这地方有很多同学 他会疑惑 皱褶是怎么画的 对不对 像这种区块 很多同学会疑惑 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 跟大家做个说明 好 来 是这样的 很多同学画这种皱褶 画这种东西的时候 这里我要谈的东西是这样 它是同时综合了 对形状的理解 然后又要对 所谓的调子有理解 调子指的就是 从亮到暗 就比方说这个地方 我现在画一个渐变 从黑色到白色 黑色慢慢到白色这个地方 这个就叫做调子 就是你看到这边这种灰阶变化 在英文里面叫做value 这个叫做调子 就是明暗的讯息 然后形状呢 则是你看到这边我们画的这种 这种一折的这个形状 那我为什么要谈这个呢 因为这两个其实它的综合知识分别是一个是我们谈构成的东西 另外一个呢是色彩的东西 它其实是综合资讯 如果你构成这个地方没有训练好的话 你的形状很难升级 就是这里面这种形状到底要怎么切 很多人不会 但是如果你只有构成你色彩这边没有画的话 你的整体上色的时候 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所以我等一下把这边做一个简单的讲解 因为我们刚刚是从示范这边说到 我构成的内容主要谈的是 这里有一些曲线 有一些动态的设计 对吧 这边的动态设计跟这个曲线设计 还有我们前面讲的CSI 其实都是在谈图形要怎么去训练 跟什么去练习 可是其实有一块 我们刚刚还没有提到的是 在画完这东西之后 你往往你还会需要去设计一件事情 你可能要做 我直接找图给大家看 好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线稿画完之后 其实往往你还需要在里面 同学还会需要在里面去做 比方说有明暗交接线 有光照的时候 它这里面有看过那种画动画的 它会在这边再做一些 就是用来去标示哪些地方是亮 哪些地方是暗的这个线 对吧 比方说我们这边要这样子涂色 这东西大家有看过吗 就是看过这样的画法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一般把它称叫做上 就是我们说叫做上明暗交接线 那这个上明暗交接线 你会注意到 我刚刚在最初的 拆零件这个地方 我有谈到一件事情 这个拆零件的前期 有一个东西叫做切割图形的灵感 切割图形的灵感 我们在内容这个阶段的时候 是不是都在做服装的切割 也就是说 一开始我的人物可能这个轮廓 它只有剪影 然后随着我把内部这边 你看我们现在内部切出它的 比方说它的领子 切出它的服装 然后这边可能有一些它的腰带 腰带上面可能有些细节 你看到这些随之而来的切割之后 你就会觉得这个内容看起来 变得比较精致 变得比较细 也就是整个人物开始有了讯息量 它不再只是一个剪影 你内部的切割越多的时候 它会看起来越多 应该内容越多 看起来越复杂 然后我们在 通常会在它变得太过复杂之前 就在这个阶段停下来 然后我们刚刚做的这个动作 叫做剪裁 那我就要问大家一件事情 内容端你可以靠着设计物件 例如我这边设计肩膀的盔甲 或者是我设计一个斗篷 这些东西 来让我的物件变得丰富 来让我的画面变得丰富 那假设我今天我的人物 他今天真的只有 只有这样子 就是我们真的穿一件白洋装 你今天就只有这样子的服装 然后他没有其他的装饰品可以画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让它看起来变丰富呢 这个地方 在这个状态下 要怎么让它看起来变丰富 哇 你这时候就要很擅长 在里面画 这些就叫做没有物件可以画的时候 你要会利用光影的形状 让它变得丰富 你只能用光影 就不能画花纹 这时候就不画花纹 我今天如果真的都只是服装的话 他这个花纹的画法 有些人他不是画 他可能会画的是 就是明暗交界线 有些人他可能会这样画 他可能会画一些像是暗示皱褶的这种虚线 但是这些虚线上去之后 我的画面的内容就看起来变多了对吧 内容变多了 所以这个阶段 如果你没有剪裁可以用 你不能画其他物件的时候 你就必须学着怎么样用光影的形状 或者是用这些线段线条 让原本只剩剪影的东西 看起来变得丰富 这个事情就会牵涉到 刚刚我示范 我要示范给大家看的东西 我们在这个时候 你使有一件芭蕾舞衣 那这个芭蕾舞衣 你要怎么去让它 看起来内容变多呢 那我大多时候就是结合 刚刚说的构成的形状 跟色彩这个部分 好 我来讲一下 你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是之前有一个学生 他问我的 他问我说 他每次想要分析 这样左边的这个衣服 他总是分析不好 他每次画这个衣服的时候 都是会都画不出来 因为他当时是怎么画呢 他是这样子的 我家里有很多手绘的同学 也会跟他遇到差不多的难题 哦 手绘的同学都算是我看着这个衣服 然后也许我今天我是这样跟着画 然后我看到这里面有好多这种小的这个 就是他有好多小的线 小的亮暗色块 就是这里面不是有好多小的亮暗色块吗 这小的亮暗色块 他在观察的时候 他就会把这些亮暗色块一起画出去 然后开始就是像素描一样打这个排线 然后他的这个排线又做的不是很均匀 所以很多时候你画这样子的 中整画到最后大概就会变成像这样一团 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画到哪里 分析不出来 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吗 像这样子切 然后你只知道这里好像有亮有暗 但是我不知道里面东西到底要怎么继续走下去 因为他这样的图完之后就没有别的了 有的可能会画得比较精细 就是这边再加第二层排线 但怎么画就是出不了左边那个效果 对吧 我们把它往这里去给 就是回到原本的图给大家做分析 是这样的 对于一般的同学来说 他看到这边的图时 这个叫做讯息量太多 同学通常没有办法消化完 对于初学者来说 所以你要学会做的事情是减少选择 减少讯息 在有限的情况下 有限制的情况下去看 你才会比较看得懂他在做什么 所以第一阶段 筛讯息是把色彩 把过多的色彩讯息筛掉 所以我们通常会转成灰阶 就是一般说的转成灰调子来看 转成灰阶来看 但是转成灰阶你会发现 这灰阶里面还是有很多变化 对吧 所以通常转了灰阶之后 依然讯息太多 对于刚开始学素描的同学 他抓不到这样子的 这么多的讯息量 那我们再来就要怎么办呢 哇 要再做更简单的一层 这个阶段就是一般 你看到的叫做日系 有可能叫做赛露露 或者是叫做色块画法 色块画法就是看到他全部都是 把它变成这样子 一块一块一块色块 而且呢 这个阶段还做了一件事情 他把整个 他是用Photoshop里面一个功能 叫做色调分离 这边有一个功能 涂层的底下有一个功能 叫做色调分离 色调分离开启之后 你可以把它变成只有五个到六个这样子的层次 这五到六个层次的意思是说 现在他每一块 他每一块都被当成一个完整的色块 然后全部都是就是实心的 没有渐层 没有渐变 没有感压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这时你在学习光影 学习最麻烦的皱褶时 它的要素被拆出来 拆成什么 第一个 对于明暗形状的判断 第二个 对于亮暗的数据的判断 什么意思 你这时候看 他这里就变成有三块 一块叫做100的白色 一块叫做82的浅灰色 一块叫做63的中灰色 那这时候你只要把这三块颜色挑出来 并且画对 有些同学真的在这样子 就是你给他中间这张图 你去让他看的时候 他会画成这样 他会觉得这一块很深 所以我遇过有蛮多同学 他会这一块就画成这样子 他的A会画成这样 然后B他会画成这样 C呢 他会画回白色 C他就真的留白了 但是他的A跟B就完全不对 我们把这个画上去 你就会发现一看 他就看起来很奇怪 就太深了 所以他分辨明暗这件事情 他没有做对 我们就可以做检查 在学习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他说 你的形状做对 还是你的亮暗做对 那再来呢 有些同学 他的形状分不清楚 是这样子的 他看左边的 就是大多数同学 一开始的时候 会想着我要照着写实的 或者是人家已经画好后图的这个图了 后图的这个阶段来画 但他分辨不出来 我这个图层 找一下 色调分离 它会分不出来 这里面是不是有些渐变 他看着这张图的时候 这里面有些渐变 所以导致他不会分形状 这好像有一个亮块 这边又好像有一个暗块 导致他自己在画的时候 往往都是用很模糊的笔 这样子抹的 偶尔可能会画得比较仔细 但是你会看这一团 这一团是不是就看起来含糊不清 所以这是初期同学容易犯的毛病 同学容易犯的毛病 那我们这里把它变成形状化之后 你就可以透过电脑帮你简化 你观察的有两个大区块 一个叫做这个亮块的形状 另外一个是 在这个暗部的这个暗块里面 有哪些地方是属于暗块中间 更暗的暗块 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暗中暗 你要把这两层分出来 就可以得到到这个阶段的结果 如果能画到这个第三阶段的结果 大多作者他在这第三阶段时 他会再做一件事情 这个第三阶段 只要我中间再把一些渐变补上来 补起来 对于很多读者来说 就会看起来是有渐变 并且是后图了 你看我在这里只是补上中间的衔接 我在这边补中间的衔接 就会变成后图 所以其实你要先整理 整理之后你再补上这边的这些一些渐变 它的实际比较快的画法 或者是比较有效率的画法 是透过这样子去研究的 透过这样子去学习的 所以看这边你会被很多讯息干扰 我们对初学者来说 最重要的是要先把底层能够看清楚的东西先分辨出来 你能够分辨出来 最后把这原本被塞掉的那些讯息 我们再把这个渐变补回去 它就会看起来像是我们一般说的 就是后图或灰阶 那跟我这边我要谈的这个裙摆这有什么关系呢 你去看这个裙摆实质上 透过刚刚的流程 它就是要先转成这样的灰阶 转成这样灰阶之后呢 你要把它 可能我把对比调强一点 对比调强一点之后 我要再用刚刚的色调分离 色调分离 然后我可能要 做成像这个阶段 五到六阶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 你必须 知道 一开始其实是 这里的形状你要画对 我们要用直接100%的比 这边的形状要画对 然后这边可能有一些小的 有一些这样小块的 你要把这种形状把它画对 然后明度还要用的对 像我现在这样就画太暗了 要这样子把这个形状画对 这个形状画对之后呢 明度我们可能要调整 因为我刚刚说还要 就是它的 亮暗的这个明度要对 那再来呢 你可能会看到说 你可能会看到说 它这里面还有 更暗的这个区块 所以我们这时候才去做更暗的区块 而且如果你是画形状为主的 你会后来会发现 你会发现只要先把形状画得像 就是这边的形状 你画多了 你会大概知道 它长的样子的规律 然后你把它画出 就是画出这个规律之后 画出这个规律之后 你不见得需要把所有的皱褶 都一五一十的 像我们画素描 有些人会很习惯 就是这边的皱褶 我一定要把它这个布料 我一定要把它布料的这个渐变 完全的凹凸起步 我要把它搞懂 不是我这边用的是一半是根据真实的皱褶 可能会出现的形状 另外一半则是人的眼睛会自己帮我补完一些细节 我只要做到七成就好了 我只要把这个形状做到七成 人们自动会认为它这个可能是一段皱褶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把这边的亮暗这边补上之后 你就看我原本的图 它其实是有很微妙的 我在这边做了一个很微妙的变化 这是后面在素描里面比较难做的事情是 这样讲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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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把这边编号 叫做12345 我在1号这边画的比较亮 2号这边 我在2号这边画的比较亮 然后1号让它稍微暗一点 3号呢 暗一点 这边再暗一点 4号或5号 我有在选择 这边明度做的不是差距不是很大 你有看到我这边做很微妙的变化吗 就是我在这里面 给它每隔一段 像是钢琴的琴键一样 这边我就让它 每隔一块 我就偷偷的换一点点颜色 让它看起来是好像后图但又不会很明显 就比方说像现在这一块 人的眼睛是真的很容易受骗的 这时候 这边 我们给它 就变暗一点点 然后 这边呢 我们再给它 再变暗一点点就只做一点点 这里可能要再暗一点 然后这中间是最亮的嘛 最亮的这中间这里再做一小块很亮的 反光 这边也做反光 这边也做反光 但是这个反光 你注意看 我用这个底下的区块去画这边的反光 然后我用这个区块的颜色去画这里的反光 它就会很弱很弱的变化 然后就会看起来好像作者慢慢的转过去了 转过去然后 通常是这个就是你初期你要做的是这种布置啊 这种布置 都是 像这样印笔直接画上去 这边再给它暗一点 你只要中间有这一层暗面做障眼法 人们根本认不出来他会以为我用同一个明度在画 所以第1个是 形状你要懂 你要形状你要搞懂 第2个呢 是你调子 你对这个调子的数据变化你要很熟悉 这个地方的数据变化它会有一种是 很大块的 比方说 我们刚说的大块的量 跟大块的暗 这两种变化的差距你要很熟悉 再来呢 你要在这个区块里面你还要能够去把它 这一个量旁边我们还可以延伸 稍微暗一点点的 然后再稍微暗一点点的 可能 稍微亮一点点的 就是你可以在这里面用很弱的量中量暗中暗这些东西来画图 我自己的逻辑是这样子 我先把它分成量 跟暗两块 然后我在量的这个区块里面我再用很弱的这个区分去分出大概四层到五层 这边 又稍微暗一点 我把它做明显一点好了 你看 人的眼睛真的这个地方真的很难 因为 你有发现这两块颜色是不一样的 我写一号跟二号的地方颜色不一样 但如果我们相隔远一点 这中间如果有一个亮块 很容易就会觉得 这一跟二是同一个颜色 所以 为什么有些大佬他的图明明看起来好像晒露露 或者是有一些 他的图看起来 好像就是平图 可是他的平图却里面 跟我的平图怎么不一样 是因为很多 时候我们的平图 这整块可能都同一个颜色 但是 现在我在画的时候 我是这里面我做很弱的变化 我就尽量不要让你看出来我这边有变化 那做到这个程度之后再做什么呢 注意看 这里有一些跟光影有关的规则 但我们就简单说一下 把它渐变的地方把它衔接起来 然后这边可能有一些渐变的地方 这里可能也有渐变的地方 我就把渐变的部分衔接起来 这里可能也有渐变的地方 就是加一点渐变 它就会有点像 它就会有点像 的那个质感了 就是有柔有 有虚有实的 有虚有实的这个感觉 然后在这种有虚有实的感觉里面 在做什么呢 画个示意图给你们 跟大家讲 这就是色彩课里面的范围 或者是一般现在比较常看到的 叫做长色 的逻辑 你可以看到 像我这边 这边是不是已经分成四层 四层之后 我这里我会用一个叫RGB的图层 RGB的这个模式 用RGB做什么呢 RGB 稍微波动一点点 你看 你看 我把它往左往右再拓宽 往左往右再拓宽一点点不同的色系 这边也是 稍微动一点点 暗部这边也是一样 没有看到我这里 往左往右 拓宽 把它的掉 把它里面的颜色的 冷暖变化做出 微妙的差别 好 然后做什么 你看我这边是不是现在有不同的颜色的色块 这时候我才会用这种有感压的笔 干嘛勒 给它抹一点上去 抹一点上去 抹一点上去 我看到里面有变化了吧 然后 原本这边 应该在这里 然后这里 可能是这个颜色 有一点点色彩变化 这里呢 底下这边也有一点点色彩变化 它就有微妙的差别 这样可以了解吗 是先把形状搞定 你看我做的事情是 形状搞定 一开始是大的量 跟大的暗 然后暗部里面有一些更小的 这个暗部里面更小的可能还可以再长一些 就是我们再让它里面有一些颜色的这个差别 它就会看起来丰富了 那 我再 我再 就是我们把它一开始是这样分 这样你会 我这样画你会更明显 一开始 大的亮暗 然后暗部里面 再把它分成暗的 跟暗中暗的 亮部里面呢 我把它再切 有这几种 不同的 微妙变化 有看到这边有微妙变化吧 就是只有一点点差异的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微妙变化这边再拓展 这里可能有稍微红一点的 稍微黄一点的 这边一样稍微红一点的 稍微可能紫红一点的 这里一样我们把它拓展 多一个这个颜色 这里多一点点红的 你把这些再埋过去 它的颜色就会变丰富了 这样了解吧 长的颜色色彩有倾向吗 我在这里画的时候基本上就让它有冷暖的 变化 有一些是有 有的人会去 考虑说 可能这边有一个蓝色物体 所以蓝色物体对 裙子的影响 让它偏蓝 或偏冷 我这边没有特别 特别做 做明显的 就是 逻辑 我只有做 我做的主要是这样子 有些地方 灰 有些地方的饱和度 偏灰 有些地方的饱和度是原本的色系 最主要是让它有丰富变化 好像我这边我就刷了一点 这样子的 灰色上去 那它里面就有灰跟 冷跟暖 那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我如果真的我这样刷上去的话 我用现在这个颜色 稍微加一点点 基本上我都是先 一点点一点点做上去 如果你开始感觉它变脏了 那你就撤回 你就不要用那个颜色 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看 它会是一个衔接的循环 这个地方需要形状 你一定是形状 你把这个形状做好之后 形状做好之后 你的吊子要分出来 吊子分出来之后呢 你可能还要去做一些 虚实的边 虚实的边是另外一个区块 去额外加的 然后虚实的边做了之后 我们在这个亮暗里面的色块 我们要再把它的 范围把它拓展开来 拓展开来之后呢 你还要再增加 它里面的微妙色彩的 差别 微妙色彩差别 那 这两个 在做的时候 你一定是先有 底下的这个 造型嘛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造型 可能它的裙子啊 这个裙子 就会牵涉到透视 画的对不对 或者是 你会不会好好画 皱褶的这些 就是这个轮廓 你能不能用 CSI 画法 所以它就会变成我们的基本三套课 没错 我就是要来工商 一个是透视 是让你 能够把 这样的线稿画好的基本能力 这个线稿要画需要有透视 跟对构成的理解 构成就我们刚刚说的 它里面有一些 头发的线 这些动态的线 然后呢 你要能够画这动作 要画得好 这个脚要能够有不同 或者是手要能够往前 它其实也会跟透视有关 所以透视跟构成 会牵涉到你的人物动态 和造型的 扩展程度 然后 它会 往后面影响到 你对 形状的理解 那你在切 明暗交接线 切这些皱褶的形状时 你能不能切得好看 有没有疏密关系 这个会跟 也就跟我们刚刚讲 构成这个地方有关 再来呢 对于调子这个地方判断 则是跟色彩有 色彩的部分有关 然后 有另外一个区块 我们前面讲的这种 图形的内容设计 这就会很多 在谈 说你怎么提取元素 你怎么做练习 这一个区块有非常多的学问 我们今天只是帮大家做一个引路 的敲门砖 这里 扩展出去要谈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像我 我自己也没有学完 我只希望说这边可以给你们一个 就是 思考的 核心 让你知道该怎么去想 希望这堂课今天这个直播对大家有帮助 然后工商完毕之后呢 我要来做另外一个工商 这个就是工商时间 我讲了一个多钟头 工商给我三分钟了 来看一下 同学这边这次活动参加 试胆大会参加完之后 这里有我们的 KK魔法学院这边有 审核表就通过的这个提交表 提交表如果你有任何不懂 不知道该怎么提交的部分 请在底下留言 万师傅他们已经在这边待命准备要好好的回答同学的问题了 你做好的话你就可以在这边提交 然后把你总共画完的东西 把它附上 好不好 就是这个是万师傅他们活动组他们交代我 千交代万交代说 一定要这边不能忘记讲 可以让你忘记讲 我们这个直播 你就给我重讲 所以 我必须在这边跟大家 再三强调 好不好 然后最后的工商是 构成跟色彩 10月左右要开 现在还有一些名额 你可以考虑看看 好啦 大家今天我们就到这边 结尾的话 通常通常我都还要再放个 结尾音乐 不过 今天这个时间点的结尾音乐 我们就一样 放一个助教唱的歌给大家 道声广安吧 是我们一个 冬季密干助教唱的群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FM 好了 大家拜拜